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是宣道会的牧师 那么我出生在中国河北宝定 然后赌完医学院以后 到日本留学获得医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日本做到了副教授 然后整体感谢神 那么他引领我回到了祖国中国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任教 做副教授硕博联赌的导师 那么后来我移民到加拿大 在多伦多大学心理学院时一工作 就是十几年 做到了高级研究科学家 在心理学 然后精神医学 还有在分子生物学领域 有比较多的建树和创建 那么神后来又呼召我 然后完成了神学的装备 2013年呢 那么就开始牧养神的教会 然后呢 这个传播福音 那么神呢 对我有几个呼召 牧养教会 传播福音 还有呢 就把这个文字 留下来 能够 激励人 真正的明白圣经 那么把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现实结合起来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在这个后现代化时代 人类面临着很多重大的挑战 那包括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 气候 还有呢 人类的堕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更要需要明白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 那么呢 那么我为了这个呢 为了这个原因呢 那么我就有一个这个写作和做饰品的计划 这个计划当中呢 有一部分 那就是说 要讲这个圣经到底讲了什么 那么我准备呢 是讲五十讲 这五十讲呢 形成一个系列 那把这个圣经呢 从它的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 它的核心的内容 结合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讲给大家 希望你喜欢 也这个听了这个节目以后 希望你广泛传播 和你的给你的家人朋友来分享 让更多的人 把圣经这个质宝 变成我们生活的宝贝 好吧 那么我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在这个讲的时候 我不做祷告 我想神 他会为我们做祷告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已经讲了 前面呢 讲过 讲了二十六讲了 这二十六讲呢 大概你这个 你在听我的时候呢 可能就听了一两集 听不到所有的 那我把整个的 大概的内容呢 有几个东西 给大家分享一下 让你了解 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呢 我说第一个 它是让我们 要树立这个 有神 和神造世界的这个世界观 这是第一个事情 再一个呢 要让我们认识 人的本质属性 对不对 人是罪人 还有呢 人类社会的 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在于人的罪 好不好 还有呢 那么我们国家 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有道德 有文化守距离 要服从这个权柄 那么神 是掌管一切的神 当然 他也是掌管历史的神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还讲到什么呢 人们大别 特别关注的 我们说呢 就是天赋人权 本质上 就是神赋人权 我们现在 大家关注到 这个普世价值 比如说 平等 自由 法治 人权 这些东西 这是公平正义 对不对 这些呢 是神 是普世价值的 富裕者 也是他的守护者 同时神 也是他的体现者 和代表者 好不好 那么呢 这个 还有呢 我特别提出 这个 不仅仅是个体 而且群体 国家 民族 全世界 作为一个整体 都需要神的拯救 好不好 那么最后 上次 给你们 我现在要讲 27讲 在27讲的 前面一讲 我讲的什么呢 就是 人 树立正信 就是信仰 这位真神 是极其重要的 是极其宝贵的 OK 那么下面 就过去到 人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 人需要重生 需要重生 这个道理 OK 讲起这个来的话 我想呢 你其实并不生熟 OK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母亲 生出来的 对不对 你听说 没有不从母亲 生出来的吗 OK 对不对 我们都是母亲 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这个 生呢 我们认为 是他第一次出生 第一次出生 那么这个出生呢 我们生出来什么 是一个肉体的人 OK 而这个是个 这个肉体的人呢 是从母亲的肚里 生出来的 而是借助这个 受精 然后 生出来 而生的这个人呢 天生的 在母亲肚里的时候 那么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 遗传物质 DNA上 就带着那个罪性呢 带着那个罪性呢 那么这个罪性 是怎么来的呢 他们最早的时候 我们相信啊 这个圣经的时候 起初神造天地 那么他在这个 造这个天地的时候 后来把这个水 有了水就水 有了空气 有了水 有了植物 有了植物 我们说 有各种东西 都造齐了的时候 神呢 按照他的形象 和样式来造了人 OK 那么造的人 就是人类的始祖 而这个始祖呢 他在伊甸园里 是不是 在一个地方 神给他预备好的地方 神爱世人呢 爱人呢 就把他 就放在伊甸园里 结果呢 这个伊甸园里呢 我们的始祖 叫亚当和夏娃呢 就放了这个罪了 OK 他放了这个罪了 那放了这个罪以后 是不是啊 把那个罪呢 就传递给 你记着啊 我们现在呢 就是一个东西啊 假如我现在拿个东西啊 本来在这里 把这个东西 就传递给你了 活着说 我们现在用 现在的科学观念上 就遗传给我们 像一样的 OK 一个是在这个 遗传物质DNA上 染色体上 另一个什么呢 我们家家户户 我们形成一个社区 哎 通过这个文化 也传到我们里了 你看我们华人啊 我们在 追逐在世界各地 我就是从中国 河北 然后到日本 然后又到了这个 多伦多 是吧 在加拿大 一周这么多年啊 不管你坐到哪里啊 你有一个文化的传统 因为你生活的这个环境里 你由父母的传教 家庭生活 语言 各种形式为人 都在这里 还有这么多人交往 OK 这是跟南必满的 OK 那么现在什么呢 人呢 是第一次出生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母胎生出来 那么呢 这个母胎呢 就是说自己的姥姥姥爷 在前面姥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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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么你父亲在的时候 就是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的爸爸妈妈 往前推啊 是吧 对不对 然后往前推 推到前面 那么呢 我们就带着这个罪 生下来 就带着这个罪了 那么我们是第一次的生 OK 那么这个第一次生呢 还要成长 你可能啊 开始不懂事 你想啊 你在不会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你就几个月 你会做什么事啊 不会懂事的 对不对 但是虽然不会懂事 就有罪 就有罪性啊 他有了东西的 好东西呢 不给别人 自己搂着 是不是啊 自私 是吧 他好的东西都自己拿着 你给他多不限多 他很难说 有时候很难说 分给别人一个 都是搂着 什么的 自私啊 贪婪啊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事情呢 那么是人呢 从父母生出来的生 第一次生呢 是带着罪的 带着罪的 而这个罪呢 是吧 是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吗 我们自己无法解决我们这个罪 OK 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说 我有这个罪 然后呢 我通过父母的传教教育 我说我良好的教育 这个呢 可以改善你的行为 改善你这些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OK 但是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你 对不对 而且这种改变呢 很可能是不够恒定 不够恒定 那么呢 那么这个罪呢 我们带着骄傲 贪婪 自私 有神我们不认识神 有神我们甚至拒绝神 有多少次可以传福音 到了家门口了 都都都跟他拿出去了 我记得 那个 我们这个写游子音的那个 这位老牧者 就叫 这个 我们老牧师吧 他就自己做个见证 他说 这个 有人把这个圣经啊 给他这个 送到家里去门口了 他就不理 有时候给扔掉了 算了垃圾了 我记不十分清楚 这不是造谣 我只是说 想说人这个罪行 那么这个人呢 生出来是这么一个人 是带罪的人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情 哎呀 看我这孩子真糟糕啊 是吧 为什么呢 如果你家里有个 很好的传教啊 在某种程度上 解决问题 是吧 如果你家里呢 这个周围的好的邻居 好朋友 也都在某种程度上 解决问题 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某种程度上 解决问题 但是这 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人为的脑子里 有一个非常 在这个 这个意念 然后呢 通过这个传递啊 从这个遗传 人本身 生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 戴罪的罪人 戴罪的罪人 是吧 那么 这种办法 这种 戴罪的罪人 是远离了神 远离了神的人 后面我会分享 这个事情啊 那怎么来解决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啊 是犹太人啊 其实呢 在这个 耶稣这个年代 犹太人呢 特别善于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是神拣选这个民族啊 也是让他们有 善于这个思考 也有这种啊 这个给他们 这么一个恩赐吧 来 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 当时呢 就有一个故事啊 我们给大家 今天分享这点经文呢 我们看一下 这点经文呢 不长的啊 你说如果你有圣经 你可以打开啊 约翰福音第三章 是不是啊 约翰福音 这个圣经里呢 他有旧约有新约 是吧 那么旧约里是39件书 新约是27件书 那么在这个新约里面 在后面的啊 是吧 旧约以后是后面的 那么有四本福音书 那四本福音书的第四卷 就有约翰福音 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啊 他非常独特啊 他的这个第三 第四第三章啊 一到七节是这样说的 OK 好不好 你打开了吗 好不好 OK 这是一段对话 是吧 一个对话 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 尼哥 叫尼 尼哥 叫尼哥 底姆 是犹太人的官 OK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 说啊 拉比 他说 也就是我的老师啊 是吧 拉比 见耶稣来 夜里 我们知道 你是有神那里 做师父的 你是有神那里 来做师父的 真的是高看耶稣 是吧 他是从神诞来 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人 无人能行 这是就说 耶稣啊 真了不起 你从神那来的 然后呢 你神是神迹 那肯定有神的在 跟你同在 你没有的话 说的很好啊 你看到后面看啊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耶稣啊 在给他 给别人说话的时候 他往往都是讲人这句话 他说的话是真的 啊 踏踏实实的啊 不会撒谎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 OK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 不能见神的我 这是主耶稣啊 我们是 我们学的神啊 是一个独一的真神 而且是三个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的神 对不对 这也是耶稣圣经里 最讲的一个核心真理啊 对不对 他说 这个什么呢 他说 他在这里讲的 讲的什么呢 他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对不对 那这个主耶稣啊 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 你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吗 OK 那么神那里呢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神的国吧 OK 神的国 是吧 那么耶稣给他说 你不是提这个神的国吗 你这是从那来的吗 你不是说我是师父吗 对不对 那肯定要有什么问题呢 OK 有什么问题呢 主耶稣啊 就开门见山的 就把他自己 这个圣经的真理 就在说了 OK 他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 对不对 那个 那是第一次的生 对不对 那是第一次的生 你需要再生一次 再生一次 才能见神的国 OK 那么神的国是 这个是 跟我们平常的国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带着 带着我们这个肉体 带着身体 是吧 你无法进到神的国 你也无法见到 不能在神的面前 能站起来 不能这样 他这是 你不能见到神的国 那你就算长着眼睛 对吧 你有这个 有这个 也是我们这肉体的心 你是没有办法 真正看见神的 真正看见神 是吧 你没有人 无法在神的观点 你这个国 你也是进不去的 他说你看到神的国 是吧 我们这个出国的时候 留学啊 什么的 你需要 首先拿一本护照 拿了护照以后 再签了证 那签了证以后 然后坐着飞机啊 然后在这个天空里 漏降以后 你才见到 加拿大 美国 这个新西兰 是吧 你见到这国的 那么这里呢 他耶稣说的 你需要重生 你得 你得再生一次 他怎么说这个重生呢 喂 你往后看啊 人不说不重生 他这个人呢 只是所有的人 不是管你 我 所有的非常有普遍性的 圣经讲的真理 都是讲的普遍真理 他不太强调这个个体性 不再讲的 所以他的应用性也很强的 尼克蒂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尼克蒂姆这个当官的 他很朴素 他很逻辑性 他知道 是吧 对不对 人都老了 怎么重生啊 是吧 我怎么再生一次啊 一个这个 如果 这个比较嫩 比较年轻 是吧 还可能啊 再回回炉 是吧 再生一次 是吧 然后转一下 我就这么老了 对不对 你让我 这个带着老骨头 带着我这个样子 那细胞什么的 都代谢都不好了 这不可能再回炉啊 再生啊 是吧 这个说 这个理论上 那么岂能再进母胎 这个复生出来呢 是吧 不光是老的问题 也太大 是吧 那你再回不去 是吧 那母亲那个肚子 说是记得 那你开肠拉肚子 这个东西就是 他讲的很朴素 是吧 很朴素 那么也很形象 OK 但是耶稣给他说的问题啊 不是说我们这种物理性的 这种人的单纯性 这种再生 这种再生 怎么个再生法啊 OK 看着耶稣怎么说的啊 耶稣说啊 OK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OK 那么神的国他是天国 那么神的国是将来的新天新地的国 是吧 OK 新天新地的国 那么耶稣给他讲的这个 你要想 他说天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OK 那么你们要想进这样的国 是不是啊 你要想进我呢 那怎么生啊 你不是从生吗 不是拿到母亲那个态度的一些 再生一次 那个没必要 再从态度里生出来 还是罪人啊 你还是不能进神的国 就是假设你能进去 是吧 那是重复啊 没有本质的差别 你生出来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吧 你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耶稣呢 给你提了一个 提了一个 你不是重生吗 啊 你就是我的招式啊 给你指引那个路不正 你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啊 这里呢 在这个我们理解这个话的时候 今天讲这个重生这个道理的时候 我想给大家多说一点 他是从水生啊 在犹太人啊 这个在这个 耶稣啊 他降世以前 在他前面有一个老约翰 叫施洗约翰 那么写这个约翰 弗因的约翰 是比较 他是那个 跟耶稣 这个是同代人啊 OK 比较同代人 他这个约翰呢 还是不一样的 那个老约翰 那个施洗约翰呢 在耶稣以前呢 他就是用水给人施洗的 OK 犹太人 你知道吗 这个水一洗的时候 能够洗干净吗 OK 那么犹太人就是认为呢 你 做一个标记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水 一洗 OK 有这个仪式 那就是什么呢 你什么呢 你是悔改了 你的内心发生转化了 那么呢 那么你就是啊 就发生变化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施洗 你悔改 把过去那个罪行改掉以后 那么呢 后面都发生变化 OK 至于能不能得救 这个呢 这个应该说是不 按新约里讲 这个是广世 广世受这个水的洗 那是不能得救的 是不能得救的 但是呢 他毕竟是悔改的洗 是吧 那么呢 他什么呢 用水和圣灵生的 那么通过在水里洗 你就是悔改 是不是 然后呢 从圣灵生的 我们知道啊 我们生的时候 是从什么生的 是从母胎里生的 是吧 那么在这个出生 是自然的出生 那么在这个 自然出生的基础上 又加一个档次 又另一个 又另一个级别的 OK 那就是说 你要需要 OK 神的灵 OK 来 这个 重新让你重生 也就是让你重生 也就是说 你要需要这个 从神 叫圣父那里 来着的恩典 OK 然后呢 又有圣灵 进入你的内心里面 OK 通过你信耶稣 来通过你信耶稣 然后在这个出生 在这个出生 那么生出来以后 再生一次的话 那你才能进神 进神的国 再建神的国 OK 这个呢 在耶稣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OK 它包含着后面那个含义 因为呢 耶稣追度 他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以后 是为人的罪而死的 OK 那么有了死在十字架上 为人的罪以后 死以后 是不是 那么后面就是说 要受洗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这个受的这个洗呢 是不是 我们现在教会的是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施洗 那么在这个洗的时候 是用神的灵给你施洗 那在你洗这个 在你这个洗的时候呢 进到水里 是与耶稣基督同死 就是在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 OK 因为他同死 那么你再出来以后 是吧 再从水里出来 OK 那么就是说 神 让你和耶稣基督同复活 你给他洗了 OK 洗了以后 再出来 是吧 再给他同复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进了这个水的水 又是在人的面前做见证 证明你在 要受洗了 那么通过这个洗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你就算是重生了 这个重生了 所以把这个受洗和重生 联合在一起 一定是用 进了这个水 OK 被埋葬了 然后再从水里再出来 是吧 这个时候呢 又圣父子圣灵的名 是吧 就是用圣灵给你洗 水 是让你淹没了 而这个神的灵给你洗 OK 是让圣灵 进了你的身体里 然后呢 让你得到重生 那么这个重生呢 实际上是神的人的 心思意念的根本的转变 也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融入了耶稣基督神 真神 三位体神的里面 那么我们自己 在这个时候 我们虽然身体上 还是在这个世界里 但是我们这个本身 我们的人的本质 已经属于神了 所以呢 如果你在成为神的儿女了 然后是得 也是宣布你 就是得救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重生了 那么我们看到 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 过程当中 一些这个真正信神的 然后又经过受洗的 那么神的灵 在你身上 一直在运行的时候 那么整个 你这个人生发生变化 OK 那么什么样 我通过得救 通过这个 就称义 然后成圣 然后最后 这个经过这个 荣耀 整个整个的 整个的过程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 进入神的国了 进入神国了 那么后面 他有补充一下 他说从肉体生的 就是肉身 从圣灵生的 就是灵 那么我说 我们必须重生 我就 所以你们必须 重生 就不要再以为稀奇了 所以各位朋友 各位亲友 我希望呢 今天讲的呢 你能明白 我们从父母生的时候 是第一次出生 那么这个出生 是带着生 也是带着一个肉体的人 属世的人 那是罪人 而这个罪人呢 他是带着一个罪呢 是导致我们死亡的 那刚才死亡呢 那么耶稣基督啊 他特别讲 在这里讲到 我们说呢 他举这个 举这个 给运用这个 和尼克迪姆绘画的机会 这个对话 就引出来一个 圣经的一个核心的 他告诉我们真理 我们需要重生 所以父母的出生 让我们出生啊 给我们打下了肉体的一个基础 而通过 通过 通过 水 从水 是说 受一次洗 这里面包含 然后我想 他的意思 既然又包括了得救 就是信神 又包括了这个 这个 与耶稣基督 同死 同埋葬 然后同复活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呢 让圣灵 在我们身上居住 神的灵 第三个位格 那么也是把我们洗到圣父 圣子 圣灵这个名里面 那么呢 我们就是重生了 也就是说 我们居住在地上 在世界上生活 但是呢 我们作为一个 已经通过水和圣灵 圣的人 就生活的 就是属于神的 那么自然 那么我们就可以 成为神的一体了 那么自然 就可以进神的家 进神的国 OK 那么在这个时候 帮我 今天天地的到来 好不好 那么呢 我们希望大家呢 这个听了今天 在这个讲节以后 能够明白 圣经这个重要的真理 它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重生 需要重生 广父母给我们生的 是远远不够的 好不好 我们要这个信神 然后呢 求神 在我们神的灵 在我们身上居住 让我们做工 好不好 那么呢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 把这个 人都需要重生 这个道理呢 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喜欢 希望你给你的亲人 朋友分享 然后呢 也这个广播 广泛的传播 我们需要重生 这个道理 也让这个 没有订阅 本频道呢 希望你这个订阅 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再见 下次节目